上完时间车流量大 虽然号制灯转成绿灯 不过大马路车夺庸色 这时左手边背着书包的学童 左看看右看看 认为可以过得去 就用冲的穿越马路 刚好一名骑士骑过来 等看到人的时候已经来不及反应 撞上学童后自己跟着摔车 这起意外事故发生在12号早上7点多 新竹县新浦中正路上 新浦分局正前方 当时正是上班上课见风时段 有学童背着书包手拿便当袋 准备去学校 但却没有走到路口班马线 只见横跃马路 因为路上车很多 仍被车子挡住 产生事件死角 等到骑士看到的时候 根本没时间反应 因而发生查状意外 行人不一规定 擅自穿越车道 处新台币500元罚款 警方在此呼吁用路人 务必遵守交通规则 只是同样要过马路 他走班马线 却差点被撞飞 新竹建功一路上一间国小前 小南通看到绿灯了 导户家长也协助挡车 结果有驾驶晃神 没注意变灯 撞上正在过马路的学童 这另一旁目睹的家长 气到上前敲打引擎盖 马路如虎口 不管是行人还是驾驶 都要多加注意 TVB新闻 城市民谈判 新主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